孔流是我們的大神 絕對不是用這個 污衊或者是詆毀 或者是搞笑的方式 那我們也是追求這個一種 帥的表現 當然有支持 當然也有不鼓勵的聲音 但是我們都接受 大家都說我為什麼逆向操作 那我會問說 我太太有沒有支持我 其實我太太說 我就是一個欠罵的人 其實我們 平常在這個 社群媒體上面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有兩個堅持 就是說 因為孔流是我們的大神 那我們 跟他的照片 我們絕對不是用這個 污衊或者是詆毀 或者是搞笑的方式 那我們也是追求 這個一種帥的表現 帥 這個帥很主觀見仁見智 其實如果大家有仔細看的話 我們都是往美的事物去發展 而不是說鋪守他 開他玩笑 那我們也希望 這個我們的孔流大神 一直有新的作品 我們可以一直的這個 繼續呢 當他的影迷 然後一直繼續的追隨他 那另外一個堅持就是說 可能比如說在一些商業的活動 比如說業配 或者一些盈利的事情的時候 絕對不會有這個 他的影子出現 那絕對是我梁鶴群 本尊在做這個事情 那所以說一些這個 朋友們擔心的事情 其實我們都有分寸 那不太會發生 那也謝謝個人意見他的提醒 雖然在網路上面呢 他們很創意的在罵我 還有一些這個演藝圈的朋友 有人看才有人罵 大家都說為什麼逆向操作 那我會問說我太太有沒有支持我 其實我太太說 我就是一個欠罵的人 所以每天上去給人家罵一罵 我自己開心 大家也可以得到一些這個慰藉 像很多 比如說我禮拜一PO的時候 大家以為說這個蠻開心的 禮拜一症候群都沒有了 當然有支持 當然也有不鼓勵的聲音 但是我們都接受 希望大家就是 因為網路這個社群媒體 就是大家的互動跟交流 我們也很期待每天大家呢 有各種的 很有創意的方式來留言 其實大家 每這個來都很有創意耶 其實有的時候下面的留言 比上面的圖片還好笑 很多那個圈內的朋友 都會發一些reference給我 就說 他們都是以這個出發點 在PO一些恐流 有時候恐流做一些表情 或者是做一些什麼的時候 因為他本人看起來就是 非常帥氣嘛 但是他們想說叫我試試看 這個他 而且他們還註明說 這個一定會被罵 他們其實也是開玩笑 那也很感謝就是說 其實有的時候大家聚在一起 集思廣益 像我的比如說 有時候一些服裝啊 髮型啊 或者說像之前那個鬼怪啊 那個巴鈺 因為他說他長得像金包銀 不是 長得像金高銀嘛 所以我們也可以合體 接下來也有一些這個 圈內的好朋友要來跟我合體 那也歡迎他們 也感謝他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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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